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倾向平仓获利为主了 反而看到下午的大市 要挨近2.3% 其实都几多的投资者就开淡仓过市 有不少的市场上比较贴价的红症 更加只是去到100%的一个街坡的幅度 这个也反映了市场的投资者对于后市的看法 还是比较悲观一些 暂时如果你看到大市反弹 能否再一步延续的话 我想就看大概2.3千点这个水平的阻力 如果能够穿越的 可能又要留意大市短期 会不会将下一步的一个技术反弹的情况出现 但是如果2.3%都已经是没有一个足够的动力能够突破的话 那都要看回大市会不会在外围 如果再有一些震荡的情况下 就考验2.2500点的支持力度 我自己看今天那个回升的一个技术性反弹 因为就之前形成了一个小型头肩顶 跌穿了颈线之后呢 量度的下跌目标是可以去到2.2100的 那都想问问Ivan 你刚才提到的比较多的资金是 趁它反弹就开一些淡仓 他们多数选择那些红正的收回价水平是什么水平呢 其实就因为大市都是跌多了 其实就见到最贴价那些红正 都是要去到2.3700、2.3800这些位置 那大部分的投资者做红正的淡仓的仓位 都是选择这一批 就是市场上最贴价了 大概就是20倍左右杠杆的一些红正 去做那个部署的 至于好仓方面来说的话 那看到下午可能有些投资者都会选一些 2.2400、2.2500这些收回价的牛正 但是整体就都正如刚才所说的 就是再薄反弹的资金量 其实相对就比较少一点 嗯 好 那说完指数牛正 我们来看看个别股份 阿里巴巴上个星期收市之后 星期五收市之后 就公布了个季积 今天的股价阿里巴巴也是持平的 最低就见到190.03元 守住190.03元 收就收198.2元 没有起跌的 那他那些的卵正的资金流 今天有什么变化 是的 那阿里巴巴的话 看到今天的股价 就是因为那个季积 有少少令人觉得是一般的 所以就看到股价就是低走的 不过下午都见到 都有一些的卖盘入场 最终那个正股就没有起跌收市 不过呢 第一就是因为那个季积 令到市场都觉得有少少 比预期差了一些 其次就是说 那个期权的引申波幅 在那个季积完之后 其实都见到有大概 1.5到2个波幅点的一个回落在那儿 如果说就是看好阿里巴巴的 現代一段最好就是简单一些 可能是行使价比较接近阿里巴巴的 政府现价 和年期相对就可能长一些 一些认购症做补充 一些短年期或者就是 看我家外的认购症的话 短线受到人生帮补回吐 那个压力的影响 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始终就是 季积如果你说 就是比权益费为弱的话 它向上突破的度力比较低 但是你又 就是 持有些短年期的 就是度假的机会 不是那么大的话 可能未来都会有个压力 嗯 相对来说 腾讯今天表现就 有些资金 就是日中的时候 开了一些call 就是股价短线反弹 毕竟就是 之前大家都看过 就 腾讯那个股价很多时候 在跌市里面 抗计量力都是比较强 还有就是 之前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之后 股价一度都创了两年新多 所以几一两天 看到腾讯回落的话 其实都吸引一些资金 就做一些厚低的部署 嗯 另外呢 今天都看到有些的强势股呢 就出现一个破脚穿头的走势 就是阴阳竹徒 来说呢 就 竹身呢 就跌穿了 先 早市的时候呢 就跌穿了 上个星期五 那个阴竹的底部 但是修士呢 那个阳竹的顶部呢 就反而是 升穿上个星期五 那支阴竹的顶部的 一个例子呢 就是 微创医疗853 他今天呢 就 最低的22.9毫半 收市 以全日最高位24.9毫半 收 而且都见到 他的低位呢 都守住 条10天线 是 守得住的 那么 想问回呢 最近他这么强势呢 多不多 鸾正 多不多资金是流入 他的看好的鸾正呢 如果你看回这个 微创医疗的话 这个股价再颇位了 今天都见到 有些资金 就是再次流入 他的鸾正上面 那么 刚才你都提过 就是 有一部分的股份 就是在跌市的反弹当中 已经率先是一个 破脚穿头的形态出现了 那么 除了微创医疗的话 今天另外要数 就是港交所 那么 港交所方面 其实股价 今天都是一个 就是 破脚穿头的一个 走势出现了 而且呢 足身都挺长 反映都有一些 就是低位有成绩之余 其实都还有一些 一些买盘跟进 那么 这些股份 我相信 如果说市况比较静 或者炒股不炒市的情况下的话 可以继续 就是考虑 就是大家的观察名单里面 就是大家的观察名单里面 嗯 但是都想问回 港交所以往 就是它的声势 很多时候都是 可能是升一两天 又回调的 但是 今天当然是破脚穿头的走势很强 但是卵政方面 看到是做很多 还是做淡多呢 是的 做好都有的 就是一路上升的时候的话 其实都有一些资金去拼 但是 因为我想今天都升幅比较大一点 你说真的坐过野的话 就相对不算太大的一个比例 但是这些比较强的走势出现了 之后 你都可以预期 就是一旦的政股是稍为 有些短期的回吐 都可能会吸引到 有比较多的资金 就是开豪创的 特别就是这段时间 很多中概股 可能都会 有机会加快来说上市 除了中概股 也都市场传出 或者有部分的A股 可能会来两地上市 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也都可能对港交商股价 短期有一个理好的 一个资产作用 另外如果弱势股 就数到汇丰 今天又再创52周 新低最低35元 收35.7 跌了毫半跌幅 0.4% 仓52周新低 就见不见到 有资金 在他的看好的卵政上 薄反弹呢 都会有的 不过我想这个 汇丰方面来说 那个股价 慢慢就 雖然下跌 但是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是有所降低的 始终就见到 之前就可能受到 美国减息的因素影响 整体金融股股 股价都表现比较差 近这一两日 都受到本地的情况所影响 就见到虽然大股市回稳 但是本地的银行股 也会看到 汇丰、恒生 或者中文香港 其实都是 仍然有一个 比较大的股仇压力 这样的情况下 虽然也有些投资者 可能帮我对市场 但是也看到 本地的情况 未必说很快 有一个逆转的趋势 所以那个资金流量 其实都不算特别大 嗯 好 说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继续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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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黄伟杰 何启聪 继续开市 继续开市 回来第二季的时间 麦师傅 刚才也提过 在大市收窄地方的情况下 其实都比较多的资金 就效高了 一些体谈的部署 有不少的行股症 特别追跌价那批红症 其实街货量都飙升得很高的 我们其中一个 就是追跌价的行股 红症 更加是100%街货 如果仍然都有些投资者 是看淡 觉得大市是受制2万3 这些位的话 未必能够将一步上升 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今天分上市 也都收回价 就是放在2万3天 818点 和追跌价那批红症 都是相差 就是20-30点的一个幅度 就是红症 15-1692 收回价238-18 杠杠比率大概是17.4倍 12-1的红症的选择 你那红症可以留意 50-542 收回价23900点 12-1的红症 杠杠比率大概是16.4倍 至于薄反弹的朋友 就留意着 恒指短期后市 是否能够重上 2万3流上 如果看好 觉得它重上到2万3 有一个动力 继续向上 可以留意牛症的选择 高国干选择是60-938 收回价是2万2千5百点 1万对一牛症 国干比率大概是51倍 至于距离拉远一点的牛症选择 例如有5-6-8-3-1 收回价是2万2千2百50点 共干比率33.8倍 1万对一的恒指的牛症选择 除了牛症方面的选择 都看到多番资金 做一些应扣应估症的部署 call方面 如果看好可以留意 有一个24239 行使价是2万4千5百点 今年9月底到期的call 实际的共干比率大概是11倍 搏轮选择可以留意 有一个27588 行使价是2万1千9百点 9月份到期搏轮 实际的共干比率大概6.8倍 嗯 上一次我们就谈过阿里巴巴9988 上个星期五收市后公布了 第一季的业绩 今天看到它都先跌后回升 低位跌近190元 看到支持 但高位接近200元 是有阻力的 如果未来在这个区间上落的话 看好同体淡的卵政可以怎么选择呢 是 阿里巴巴方面来说的话 如果看好觉得它的股价 就是在业绩之后 那个调整可能都短期完成的 后市有机会上200元以上的话 正如我第一次所说 大家在各个季绩都比市场 预期是略信的话 情况下 尽量都是选择一些 可能是贴价少少 和年期长少少的call 如果看好可以留意一下 有只23920 阿里巴巴23920 行使价215元2号 今年9月底到期 实际的杠杆比率大概是7.5倍 或者可以考虑用一些中距离的牛证去做部署 阿里巴巴的牛证的选择 九甲八八方面牛证选择 可以留意一下 有一只 收回价185元 还有这些水平的牛证 就是60186 收回价185元 杠杆比率是1.8倍 嗯 腾讯呢 今天的低位跌近405元 就见到支持 最低406 但是高位来说 就暂时都是 受制于420元的阻力 因为她的20天线 现在就是420元的水平 那如果未来 在405到420之间上落的话 她的论证又可以怎样选择呢 首先给了牛熊证一对的选择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真的比较窄覆的 可以留意一下这一对的牛熊证 牛证方面的选择 就有这个66094 收回价395元8.8 共干比率16.7倍的 騰訊的牛证选择 熊证选择可以留意一下 68153 收回价439.8 共干比率大概14.4倍 騰訊牛 66094 騰訊熊 68153 另外呢 如果说是啟好 想做一些厚低級流日部 也可以 留意一下 call论方面的选择 就是 行信的call 可以留意一下 21268 行使价是4603.08 今年的8月底到期 call 实际公干比率大概11倍 pull的选择 有265.77 行使价369.8 pull是今年的8月底到期 实际公干比率8.8倍 嗯 上一节呢 我们就提到港交所 他今天的走势呢 就 破脚穿头 至于全日最高位275元收市 走势都非常之强势下的 都因为受惠 衷景来着 很多中概股 会来香港 第二上市 令到港交所受惠 那港交所的论症 可以怎样选择呢 嗯 港交所的话 看回股价 今天就是 逆市上揚兼 比较大的動力 在高修 那如果看好 港交所後市的表現的話 也不妨留意著一支 就是架外的港交所call 你看回来的估計 有沒有機會挑戰300元 這個重要的心理關口 港交所call 可以参加2017年 行使价320元2號次 今年的11月底到期的call 那這支就是 就是架外的一支 新上市call的call 選擇來2017年 可以抄下一個號碼 到時留意它的表現 那除了說 就是2017年 那明天呢 我們也會有一些 388的牛證 也是比較貼價的 牛證新上市的 分別就是有這個 56521 和56456 都是明天新上市 收回價分別是264.88 和255.88 56521的收回價就是264.88 56456的收回價就是255.88 那至於提探的話 就留意著280元 這個短期的阻力位 如果在屆時真的見到股價 都未能夠突破 想做淡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紅色選擇也有5080 收回價就是292元 公均比率大概是1.8倍的 嗯 上次Ivan也提到 最近看到多了資金 是流入微創醫療 853的卵證 因為它的走勢 都維持一個強勢 那可不可以講講 它的卵證的選擇呢 好啊 如果說微創醫療方面 的卵證的話 場內的選擇不是太多 但其實都有一些 架外症選擇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架外症選擇 就是11326 11326 一隻微創醫療的call 行動使價就是31.88 今年的11月份到期 提供實際的公均比率 大概是2.8倍 一隻的中長期的架外的call 選擇 留意回微創醫療 再能夠有所突破的時候 會不會繼續有些資金去追蹤它 嗯 滙豐今天就再創52週新低 最低見到35元 收市都是要跌的 7跌0.4% 匯豐的卵證 可以有什麼選擇呢 嗯 匯豐的話呢 看回股價呢 見到它就 是有個 比較明顯的阻力 是40元的水平 也都 因為本地那個情況的話 令到股價 今天轉一步 就考驗35元的水位 每天早市反彈 可能就是 37個多次這些位置 都會面對著比較大的阻力 所以如果說日常上網反彈 盡量都選一些比較貼價的 研究性選擇 當中可以參考一隻call 選擇 1038 行使價40元9毫三 今年9月底部的call 這個call 提供的實際公均比率 大概是10倍左右 至於看淡的 如果是後高反而想做淡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put 選擇 就是258-28 258-28這個匯豐 公均行使價348毫八 實際公均比率大約5.8倍 今年10月底部的同期 嗯 講一些金融股 就看多一隻保險股 就是有邦 有邦 有邦今天 裂口低開的 雖然 由低位 61.25元 都見到有買盤 將它買高 收市收63元 但還是跌1元 跌1.6元 還有 在一揚足圖 日線圖 就連續出現了 第二個下跌裂口 那麼 有邦的卵政 今天 就是那些 資金流 又看到有什麼變化 有邦的話 看到今天 都是比較多的投資者 就是在60元邊 做這些水平 作開豪創的 市場上面 其實都有兩類 比較活躍的 認購症的選擇 一類 就是比較貼價的 也是我們其中一個選擇 就是1039 行使價68.7.3 今年9月底 到期的call 實際槓桿比率 大概有9倍左右 另一類 就是較為少少 但是年期長一些 比如說這一隻 有邦call 23917 50到一正來的 行使價72.8.5 明年的一月份到期 這個call 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 大概是7.5倍左右 兩類條款 今天都看到有人選擇 23917 就是長年期加外call 1039 就是比較貼價的call 又或者有些朋友 倒轉頭 可能說 我都是把短線反彈的 寧願選一些 可能在敏感度 更加高的 個股的牛證 去做部署 如果有幫助 在大國的協議 哪有支持 想選一些 就是進取少少的牛證 去開創 可以留意的 有隻56569 它會價58.8毫升 這樣槓桿比率 大概是12.9倍左右 今晚時間差不多 剛才提到股份 Ivan 你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我也沒有 明晚和大家再見 拜拜